台湾的天气状况很重要 但是呢民生的资讯也是要来注意一下 自来水公司第七区管理处 明天将大规模的办理停水作业 受影响的地区呢是在左营 预计呢有五千户会停水 另外呢有八千户的水压会降低 水公司表示呢 这次停水原因主要是 左营大陆两条重要的输水管线进行检修 停水的时间预计从周二上午的八点半 到下午的五点半 合计约有九个小时 至于停水的范围包括了 左营区的虫石里 永青里 河群里等十多个里 共有五千多户左右 至于水压降低的地区 包括了古山区的前峰里 雄峰里一带管线的末端区域 水公司呢也呼吁用户了 要避免用水不便 请及早的除水来备用 继续